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们 我是Koei 我是Jennifer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这个叫什么 这个的华语叫做 进枕头家里面包鸡 对 所以它的英文呢 也就是Golden Pillow Bun with Nyonia Curry Chicken Filling 哇 听假期就觉得很professional了 看图片就知道很好吃了啦 对 如果你们看到图片的话 对 等一下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会讲 希望吗 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做过这个recipe的 可是这个引导模式烹饪了 我们很有信心的这道菜呢 就是透过Thermo Mix跟我们 就很容易的就很轻松的可以呈现给大家 对 所以这一个是我们的Guided Cooking 就是我们的CookieDoo里面有的recipe 我们跟着它一步一步做 然后就可以做出来这个menu了 所以希望可以成功 这样我们就开始吧 好的 就是这边有一个button是Start Cooking 这样我们就跟着它按一下 然后它就叫我们放120g的水进去 这样我们现在呢就放水 先放水 OK 所以Thermo Mix我们有这个很好的电放功能 每一克计算 计算一个g也是可以养到的 所以非常的精准 喜欢烘焙的朋友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OK 对 就是很准确 够了 120g 刚刚好 那现在我们就按Next 然后我们就加50g的糖 这边也是称好了对吧 称好了 那我们就直接放 因为120g呢 水是非常的小 所以将糖倒进去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把那个糖的倒入水中 好 这样我们就按Next 所以我们就跟着它的步骤去走而已 所以现在就是加2tsp的dry yeast 2茶匙的酱母粉 所以我就把这边的倒完下去 同样的也是将那个酱母粉倒进去水里面 好 然后按Next 现在它就叫我们把那个盖子给盖起来 嗯 我们就关上那个主播开 对 这样我们按Next了之后呢 它其实就已经把我们设定好了 就是1分钟37度 然后它这边会叫你转那个speed selector 去speed 2 所以它就开始了 所以这个就是guided cooking的好处 它已经把我们 就是把我们set好那个时间 那个温度 然后我们转那个speed 它就会开始了 这样现在它正在mix的 为什么我们用37度的 因为现在你去到哪里呢 先来 它们都要量你的体温 第一 这样子 那个是37度 就是表着 哈哈哈哈哈哈 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 ok sorry 它被covid 冲昏了头 所以37度实在都是我们做饭头 我们做面包啊 只要我们想要发酵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会用37度 去Active那个意思 嗯 对 像如果我没有Domomix的话 要怎样调去30度啊 去外面塞一下 对 就是传统他们做包呢 如果要发酵的话呢 很多时候就是我听一些 前辈们说他们就是放在太阳底下啊 或者是放在车 车尾那边车尾那边 车尾那边 可是这样你才知道它是37度 应该公平在这边的温度我真的 ok 好 那我们就继续 next 它就叫我们加入350克的高筋面粉 也就是说我们的那个Brick's啦 面包粉 ok ok 嗯 然后next就是加入我们的这个mute powder 牛奶粉 然后再按next 一颗鸡蛋 嗯 就放入一颗的鸡蛋 那个鸡蛋大概是50克 也就是其实是小粒的鸡蛋就可以了 甘工鸡蛋也可以 ok 这样现在呢 它就叫我们加入那个软化了的butter 嗯 ok 我们就将butter放下去 ok 嗯 然后 然后就加入盐 盐呢就是1分之1茶匙就好了 对1分之1茶匙就很糟 对 就一坨的盐 好像平时炒菜这样子来一点点 对 然后next 给盐上 嗯 然后 它就已经把我们设定好3分钟 诶 sorry 这个是30秒 30秒然后速度3 对就直接转去速度3 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先混合 对 做了混合过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领导模式后面要轮做一些什么 对 所以这个是还没有到neeling function 这个只是跟它mix在一起而已 对 它现在已经mix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混合好了的那个糊是怎样的 所以其实它混合到很漂亮 嗯 已经很漂亮 差不多好像成团了 对 只是30秒的时间而已 对 所以它是很快的 这样我们就继续 next 然后呢 这个就是它启动了这个neeling function 揉面模式 对 5分钟的揉面团模式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做自己的东西 或者是把这里去洗干净处理掉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准备揉面团 这样现在这个豆呢 它已经好了 它就这样我们把它transfer出来 嗯 OK 所以就给你们看一下 已经用好了 对 我们有加了那个button那种 所以你会看到它现在是比较粘稠的 嗯哼 OK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豆拿出来 这个就是dermomix的好处 不用把手伸进去 OK 我们穿的围裙完全一点都没有 弄脏 对 其实围裙是一个button 所以其实你知道 面包有这么多种 然后为什么有些就是它不会这么的黏 有些它会很黏 嗯 有什么很黏啊 你觉得就是比较黏的豆做出来的面包是怎样的 比较黏的做出来的会比较soft一点 有那种拉丝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你在做的过程其实如果你用手去搓的话 它会黏到你整个手 都会很黏的 不只手 而且如果女生你们有指甲稍微长一点的话 那些面团都会塞在里面 对 就是你去做亮亮的那种 可能你会黏到鱼 哇 Jennifer尽量没有用到手 你看她都是用那个我们的挂刀来把它挂出来 我们这种可以不要用到手就不要用到手 哇 而且那个煮锅是重点啊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是完全是很干净的 除此之外呢 现在我们还是更新了一个新的功能 就是那个dough pre-cleaning 然后它 pre-clean的时候呢 它会把这些就是黏在煮锅的那个面团呢 洗到很干净 我也是刚才发现耶 哈哈 就是那天我用了手 就好像你看咯 现在有很多年在这个煮锅道里面 是吗 所以我们只需要放一半的水 然后呢 就调去那个pre-clean mode 选那个面团的 它就可以自动清洗得很干净了 OK 刚才你看我是完全暂时还没有用到手的 尽量不要用到手 那现在我们就把它包起来 然后要给它发酵是吗 对 我们要给它发 多少 我调那个时间 发一个45分钟 就这样子 把它裹起来在你的silicone mat 然后就给它发酵 你发酵就可以放在 普通一个room temperature的地方就可以了 对 室温的情况之下就好 如果你是开着冷气的话呢 你就移去一个比较温的地方 对 或者是你要放在alvin里面也可以 就是不用开温度的 就只把它放在里面 也可以 这样我们就把它先放去一个地方 然后给它发酵45分钟 这个是 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就算年轻的牛奶 也很少会吃到牛奶糊 对 因为在Kia其实没有很多 对 在马六甲可能还有 对对对对 是比较好吃的 今天我们就教了大家怎么做这个 这个其实这个recipe 我也还有试过 这个也是在Cookie Doo你可以找到的 对 所以这个是Nionia paste 就是你可以用它来煮任何的东西 对吧 这个是一个paste来的 所以你是可以拿它来炒东西啊 然后你煮carry啊 都可以用到最是很好用的 对 而且这个食谷呢 在我们的Cookie Doo真的好评 是五颗星 如果今天你想做这道菜的话呢 不妨试一下 这个酱要真的是很好 OK 那现在我们就来开死吧 好 把全部东西都放下去 对对吧 然后就放 来吧 你一个一个捏 这样我们就不会死掉 OK 干辣椒 OK 所以现在因为我们有一个电脑在旁边 也是可以用你的电话看 对 其实这样你就不用看着那个screen 因为平时我们煮的方式 是screen在我们前面 就很容易跟 但现在因为要给大家看到这一边 所以我们就用那个电脑这样去看 嗯 所以这一个recipe也是在Cookie Doo里面的 你也是可以用在一个Cookie 所以现在我们放了那个干辣椒 红辣椒 红辣椒 小红葱 小红葱 然后蒜米 蒜米 檸檬草 檸檬草 然后Lunquas Galanda OK 然后姜 姜 然后这个Lily Posh Lily OK Shrim paste 就是我们的Asa Belacian 然后还有Cooking Oil 150克 对 现在就把它倒挽进去 对 接着上来的我们只需要就是 chop 5秒 然后速度6 就可以了 嗯 Belacian 对 这样就好了 那之后呢 就用刮刀吧 其余就是在祖国旁边的那些 葱啊 葱啊 你看他已经把它打成这么烂了 很快 只是5秒喔 5秒就可以了 真的很像没有那个两耳的味道 嗯 After that 我们 第二个步骤我们就要用到这个 Blend的功能了 就是混合的功能 混合的功能呢 我们30秒就可以了 我们不用再加东西了吗 嗯 不需要 好 到最后我们只是加那个糖跟盐 对 所以现在我们就用blend the mode 对 混合的功能 在 看到的 对那边 右上角 在这里 30秒 OK 已经调好了 我们启动它就可以了 对不起 已经soté好了5分钟 现在我们要把它开起来 哇 很香 对 非常香 但现在它的状态还是比较酥一点的 嗯 现在我们就要加盐还有糖 糖是20克 然后盐是15克 这样你当然看到我们都把它盛在一起了 是比较多 因为它是配什么 就只有它是一个酱料来的 所以你还是会盛其他的东西一起去煮 所以要比较浓的味道 这样我们就把它放完下去 放完下去过后呢 我们就来煮一个15分钟 这一次呢 我们就用90度来煮 OK 然后速度呢 调去2 那现在我们就 准备那一个 Curry Chicken 就是那个鸡 的材料 这样 很香 Nonia paste已经做好了 看一下看一下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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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配莎里兰来蒸鱼的话 应该也是很香的 对 我觉得这个蒸鱼也有 我觉得好像外面有一些餐厅的 那个味道来得很好 对 所以这样子做好了之后 你就可以准备那一个 JAR 就是那种玻璃罐 小瓶的 你可以把它装起来 对 这样其实你把它收在冰锅里面 是可以用一段时间的 对 这样现在我们就 我们也是要 喂一下 我们只需要多少而已 对 这一个paste呢 我们需要150克的 那个凉日香料 就是这里 我们需要用到150克 来腌制那个鸡 然后鸡腌制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放一点点的加力粉 是放多少 加力粉 先放20g 20g 所以我们先放paste 还是你要怎样 对 我先把它倒出来 所以这个瓶子呢 其实是透过小瓶 我们也是可以帮瓶子 多一个小骨 我们的蓶子 要把它 OK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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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 我们有鸡腿 大概三个L型的鸡腿 对 然后呢 我们已经是去骨羊的 然后原本的鸡骨是连骨一起骨的 嗯 所以因为我们就是比较懒惰 不喜欢骨头 你不要把我拉下水 每次 我没有 比较容易啦 要不然要砍那只鸡 我们又没有去巴萨嘛 我一看就懂 我们是去Visgoes 在买菜的 不好意思 这个没有把它打公告 这个鸡我们已经把它切块了 所以是没有骨头的 这样我们是用鸡腿 会比较好吃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Marinate with 这个Curry powder 对 加力粉 然后 需要高20g的 我觉得我们要用那个Wing 对 好 这个变秤功能 然后拿一个小碗 拿一个小碗 来 小碗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直接这样称 对 所以是很方便的 把它归零 然后就直接称那个 20g 20g ok 然后就直接把这个 放进去鸡肉 放进去 腌制 腌制大概15分钟 除了放加力粉 我们也是要用到150g的这个Asam paste 嗯 这样就直接 好 自己夹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已经把它调出来了 因为由于这个汤匙比较小 所以该要把它打快了 这样这个我们就直接放进去 跟那个鸡肉一起Marinate 一起洋制 对 所以这个其实它是写要Marinate 15分钟啦 所以是看个人啦 我相信很多人有钱 他们也是直接做 也是可以 所以是 就把它搅在一起 让它更加的入味 嗯 所以这个呢 是把纹锅 它的容身是2.2公升 我们的足锅也是2.2公升 嗯 所以看到我们现在好像很斯文 这样是不是整个过程 刚才做那个面团也好 我做这个肌肉 手完全是没有沾到的 其实 其实我在家不是这样子的 我其实在家就是把它massage 了的 可是在你们前面不要这样 我怕吓到你们 哈哈哈 其实很多人就是传统 我们在家里煮 我们也会这样子啊 很多妈妈也是在家里也是这样子 对 给它更加入味这样子 对对 所以其实把它 哇我觉得这个卖相 就好像我们平时在那个 嗯 等一下你弄好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尝一看 就是颜色超级棒 真的很好看耶 对而且很香 嗯 那现在我们就把它盖起来吧 然后我们再等一个15分钟 对 等一个15分钟 那就把其余的这个 这个酱 再装进那个小盆子里面 那等下我们就可以开始煮那一个鸡肉 嗯 现在已经marinate了15分钟 已经腌制好手 对 这样腌制这个过程就是刚才我们的 nionia paste 然后还有cari powder 还有一点点的盐 嗯 ok 这样我们现在就直接把这个鸡肉 放进去这个 这个 煮锅 嗯 然后就加入 我们是不是也是跟回那个guided cooking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加入 那个marinated的鸡了 然后我们就加入这个200g的 这一个coconut cream 所以这边是刚好200g 嗯 我们是选用cara的这个叶酱 如果你要用新鲜的也是可以 来 加入了这些食材过后呢 我们就煮一个15分钟 好 就next 然后他就叫我们把这个盖子 他就已经 啊我们调好了 就是15分钟 120度 然后也是帮我们调了这个reverse的 所以我们只要转一个spoon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等它 那帮我们煮一个15分钟 然后我们就要准备 那一个dough 我们要把它包起来的 嗯 因为刚才我们的面团呢 已经 差到很大了 对 就是像刚才的size的两倍大 嗯 就对了 这样等一下我们就会 这个是45分钟之后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把它 嗯 揉成就是压边了之后 把这一个鸡 放在那一个 这一个baking paper里面 这边包起来 然后再将这一个dough 把它包整个起来 就是一个金枕筒 好 这样我们就等15分钟 好 那你就听到它已经好咯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开起来 好笑 全家里都是那个nonia的味道 太香了 原来它煮出来是这样稠密的 对 所以我们就要 哇 我们现在就要把它打出来 嗯 然后 我们要给它凉 对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把它 包在那个金枕筒里 它的颜色整个是金色 我觉得这样配方也是很好吃 而且它的那个酱料 它的那个咖喱粉和椰浆 过后呢 煮出来的那个颜色 就是真的是青黄色的那种 家里 就是那种凉饵的家里 然后因为要有一点汁 因为我等一下会有面包 对 然后一定要把炸那个面包来吃 所以我不要让它变解 所以 想不想 嗯 你好节俭咯 哈哈哈 现在才知道哎呀不好意思 好嫌弃凉火哦 对 开玩笑 看 很美很美 很美 有哦 我们要给它快点 就是冷 冷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包起来 对 好 那我们就等一等大概一个十分钟吧 嗯 像这个呢 我们要噴一点油 嗯 就噴一点油 好 好 好 这边就好 OK 那我们就 要急 嗯 再送两个 直接倒完 直接倒完 嗯 OK OK 好 OK 好 OK 所以其实呢 你需要一个大的碗 因为这个皮的分量的倒下去是满满的 对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wrap起来 嗯 所以其实要怎样把它wrap起来 是看你个人啦 嗯 总之要把它倒得紧 然后就要给它露出来 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包那个 面团 面团在外面 所以我们就把它就是 好像摘一个马尾一样 对 就先把它卷 我就可以噴点油 可以 我们再噴一点油在外壳 对 好 来 对 对 然后就把它就是 放下来 对啦 就这样吗 对 在一个马尾一样 就把它卷卷卷 对 就把它拉下来 Covid刚刚有包过这样 对 我虽然没有做过 可是我有问过我的朋友 所以是这样子吗 对 对啦 所以等一下是这样子包 等一下呢 对 那个面包呢 就从上面那边包下去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发好的面团 嗯 我们就把它揉 擀平 对 所以擀到大概0.5cm 就是半cm 嗯 就尽量把它 整个范围呢 推广它 好 我去拿一下 可以吗 OK 我们就感到这么大了 刚才你看到我把吃奶的力都出来了 这样我们现在就把那个 我们这样 放出来 这个垃圾 我们要从上面wrap下去 嗯 还是我帮你放过来中间 然后你包它 开始 所以 对 这个可以的话 放在外面 放在外面 OK 这样 这样 就 放在外面 好可爱 好可爱 这个 好 我们的金枕头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对对对 其实我们下面 其实它可以不用到这么大的 所以下面就不会太厚 嗯 如果你要做小的也可以分两份 对 这个不做过后呢 我们还需要给它发酵 多一个 45分钟 还有一个45分钟 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在烤箱里面烤了 对 所以这边呢 把它收口 OK 好 等一下做稍微多了 猜猜猜猜 好圆满 整个有包到碗了 好 这样我们现在就要把它 一样的 发酵一个45分钟 嗯 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去烘了 烘一个大概 20到25分钟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等它发酵 现在这个这么完美的金枕头 终于好了 你的脸泡下来 突然间觉得自己的脸很小了 太有成就感了 这个 这个刚才我们 你们看到的是 我们就是包好了 柔满去发酵 给它 所以after45分钟 我们就跟它用egg wash 就是用那一个 刷上那个蛋液 刷上去之后 你就preheat你的oven 170度 我们就只烘一个 20到25分钟 对 我们先浴烤那个烤箱 10分钟 然后就烘它 一个20到25分钟 这样因为我们的烤箱 不够大 所以变成我们的火候 还不够均匀 就是上面会比较深色一点 这样如果你的oven 是大的 够大的话 那个火候比较均匀的话 整个会很美的 很金黄色 就是整个是金黄整红 所以其实这一个真的 我们也是很美啊 今天弄到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次 我们真的是 没有做过这一个recipe的 所以有的dermomix 真的是很好 就算是没有做过的话 它也是会一个步骤一个 步骤的去引导你 所以都说了 有什么我们做不到 下一次你们想看 我们做什么东西呢 可以留言给我们 对 这样接下来我们就会 切开里面给你们看 对 还没有切之前了 我们要拍一个照片和镜头 开一看 我安心花一个reuben给你 我们要庆祝什么东西 庆祝十月咯 哇 哇 听到那个声音了吗 哇 这里面就是 超级 我们是应该切不到 因为里面还有那个纸的 对吧 嗯 超级松的那个面包 好像是很柔软的 对 然后我要切一个这样子 对 这样子就可以看到了 很像那个面包的味道 听到那个声音 啪啪啪 哇 哇 好美 这个接头 其实就是很特别的 哇 真的是金枕头 还美美的 很开心耶 很有担忧感耶 好像我们外边 外边买回来的这样子 下次朋友生日不要做蛋糕了 这个会比较好吃 很好吃耶 要沾一沾 家里 嗯 看到外面很脆的 很有满足感 对对对对外面是穿鸭 几分 9.5分 另外为什么不是10分 有一个更大的Oven就10分 对 所以Tomo Mix是100分的 嗯 我们的咖喱是超级好吃 嗯 这个Recipe真的是很 很highly recommend的 无性好评 如果你有Tomo Mix的话呢 你也跟我们一起做这个 金枕头 凉褶鸡 凉褶鸡 两人家里鸡 对 真的很好吃 嗯 等一下我们会拍个近的给你们看 你们就可以看下有多漂亮 嗯 好吧 我们的那个视频下面 我们也是会把这两个Recipe呢 放上去 所以喜欢的朋友呢 请你们帮我们多多的分享出去哦 OK 那你们就留言 我们知道你们下次要看什么 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拍更多的视频 去分享给你们 那这样你们如果还没有用 我怎么会再想了解更多的 都可以PM我们 然后我们每一个月都有不同的Promotion 都会有送不同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 就可以来问我们 那我们就可以解释的更多 我们也是有做这个Unboxing Service 我们会送到你的家 然后跟你一起 就是开箱 然后看你要做什么Recipe 我们都可以一起去做 OK 如果你已经拥有Tomo Mix的话呢 不用你跟谁买 我们也欢迎你加入我们 成为我们的工作伙伴之一 好 那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谢谢你们 拜拜